你来 我去看看 施叔 施育 什么事 有鬼 哪有什么鬼 有 什么都没有 有 我刚才看见一个劈头散法 有个劈头散法 穿着白袍的东西从这升上来 我看你是赶路太累了 饮花的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师叔不是不是 不如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我们走慢一点 大家要多点时间休息 不是不是 师兄师兄师叔不是 施育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你是听有那些村民的话 所以老相信有鬼 我看你太累了 早点睡吧 不要自己吓自己 三德师兄 三德说得对 正所谓人不犯鬼鬼不犯人 早点睡吧 别胡思乱想了 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 师叔 你相信我他真的摸到我了 哎呀 既然他能摸到你 那说明他还是个人呢 若是人的话 白美你都不怕 你怕他干什么 说不定是贼 他想偷我们东西 你们看清楚而已 偷我东西那种摸 跟噼里啪啦 莫名其妙的摸 我会分不出来吗 你还不相信我 昨天晚上我们是睡在一起的 如果你看得见 我也应该看得见呢 好了 世语不要胡思乱想了 世语 别再胡思乱想了 赶快走吧 不然今天晚上赶不上头站了 不行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住客栈 还要找一间客人最多的客栈 为什么呢 人气旺啊 看那个怪物还敢不敢来 大家现在都迁就你了 住在这家店里 人满满的 你不用害怕了吧 怕 我不怕 这叫做什么 叫做小心使得万年船 世语啊 这是我特地为你熬的富方宁神汤 你喝了就不会怕了 谢谢师兄 好臭啊 不过臭得很特别 所以特别臭 世语啊 两药苦口 喝着它 不喝行不行 不喝行 等你见鬼的时候就别来找我 对了 你不喝也可以 我就去跟三德师兄他们睡 剩下你一个人在这儿 喝完 好 你现在喝完了就不会怕 安心睡吧 我走了 今天要好好地睡一觉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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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吹了 喂 不用了 待会我来吹 鸣器灌顶 百惠入体 起墙余力 一娘相见 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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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三大师兄 正能师叔 千金他 是 你找我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被那个东西抓走了 什么 什么被抓走了 我不是好好在这儿吗 我昨天晚上累了 一觉到天亮 三大师兄 昨天晚上那个东西又出现了 世宇 你是不是因为最近少林发生太多事情 加上小小被绑 受了打击 所以你才会常常做这种噩梦 你相信我只能是说 三德说得对 你这么晚起来 快点去洗脸 我们还要赶路呢 宝祖 你救救我吧 我就快要崩溃了 走了半天大家也累了 不如在这儿歇会儿吃点东西 你们认为如何 好 世宇 又怎么了 我在想昨晚 没事 别火丝乱想 拿着 世宇 累啊 怎么不吃啊 累啊 累啊 累得根本没胃口 就算没胃口也要吃 否则你怎么有体力赶路呢 知道了 昨天那个东西 说的话 那么像心法 难道真的是什么心法 先试试 引气灌顶 百慧入体 气强于力 阴阳相见 好有精神 好有精神啊 为什么突然间那么有精神呢 难道我碰到的不是鬼 是神仙 什么 什么神仙啊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话 吃饱没有 吃饱就上路 师兄 他一会儿见鬼 一会儿又一神仙 会不会病了 走走走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是来帮我 还是来害我 他今天还会不会来呢 我会不会来的 他最后是来帮我 我看来 你去哪里 有什么人 我看来 你笑着 你会不会来的 我看来 我看来 你会不会来的 我看来 你会不会来的 口观鼻 鼻观心 以神欲气 以气定息 呼吸出入 任己自然 以口观鼻 以鼻观心 以神欲气 以气定息 呼吸出入 任己自然 怎么会这样 我上次练完 明明精神异议 老虎都可以打死几只啊 为什么今天越练越累呢 再试试 以口观鼻 以鼻观心 以神欲气 以气定息 呼吸出入 好 嗯 试语 走快点儿啊 好了 这是什么心法正式的 越背越累 越练越累 累得快死了 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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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还没什么 只是睡着了 什么 走着路还能睡着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便 र bere绩 想起来 если 乖 你要 乖 呢 前金 前金 什么事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知道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走着走着 你还是睡着 你知不知道 师叔和师兄 他们都会担心你 睡着了 不会吧 真的 真的睡着了 像死了一样 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 累得前所未有的那么累 累得我连舌头都几乎抽筋了 你试过没有 舌头抽筋啊 我从来没试过 可是这腰抽筋啊 我今天正尝到了 我背得你十里地 一会儿不行了 我要睡觉了 好了 你也睡吧 怎么这样 走路也都会睡着 难道那些不是心法 是邪咒 你今天不来就算了 如果你今天再来 我一定抓住你 问清楚你是人 是神 还是 我不管你是妖 是人还是神 你能来找我 就当我是朋友 但是我们萍水相逢 为什么你要一直跟着我 还要教我一些 不知道是心法 而邪咒的东西 刚一练精神好得不得了 练着练着 就累得要死一样 不错 就是死 走 这么快 我就不幸追不上你 我就是不相信 我追不上别 不可能啊 你到底什么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空 生对死 我叫你们七天之内死 起来 走吧 智能师叔 起来 走吧 什么事 世玉 不知道 三弟师兄 走走走 为什么啊 不知道 天都没亮 去哪儿啊 走吧 求求你们 走好不好啊 走吧 世玉啊 你三更半夜把我们叫起来赶路 路上一句话也不说 这到底为什么 你别问这么多了 反正越快离开这里越好 离得越远越好 最近早到达武林更好 他赶着那么急干什么 我想小小辈叫他着急 所以想快点赶路 他跟小小感情这么好 心急赶路也没错 昨天晚上他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啊 昨天晚上有没有去什么地方 没有 昨天晚上他有没有跟什么人碰面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当人家师兄啊 你也是大师兄啊 你要我自己去问啊 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来到十 这 这要眼子 十眼镇 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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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唉 回家 看他 去�리 стр... 师叔真有意思 实验客栈 到了 到了 来 进去吧 有惊无险 抵达终点 总算平安到达咯 前辈 施玉和三的师兄都还没到 怎么办 那还用说吗 当然等他们一起行动了 可是 我们约好了不是吗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他们应该被我们早到啊 会不会在路上发生什么事啊 不要杞人忧天了 怎么怕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日夜奸程嘛 又走小路 当然是早到了 要是照这么算来的话 他们应该两天后就到了 但是 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白梅这次的矛头 是指向她 我也担心啊 我也害怕呀 不过放心了 施玉呢 他福大命大 他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了 我的腰有点酸 走路走多了吧 有点累了 要不然算了 我先上床睡一会儿啊 你干什么 睡觉啊 你要睡到隔壁睡 那边还有房间 你过去睡不行吗 非要我去呀 不行 我喜欢这间 前辈前辈前辈 不好意思啊 我们房间在那边 我现在陪你过去 我不喜欢 算了 你看那样子多凶啊 又是师姐 只好我过去了 走吧 盈春 你也休息吧 一会儿有什么事 我再过来叫你 师伯您休息 道德参见掌门师兄 你也早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师兄 据山下弟子回报 苗显 五眉 洪西关和盈永春 也来到石叶镇 不过 方氏玉和那帮兽灵和尚 并没有同行 他们一定以为 化整为灵 可以逃过我们的耳末 掌门师兄盛名 不过 这样一来 他们真是自消实力 正好给我们机会 各个击破 道德请求掌门师兄 让我出手 朱煞洪西关 以报毁容之仇 好 你只要留下方氏玉 给我就可以了 你尽管动手吧 这次一定要做得干干净净 千万别再丢我武灵的脸了 是 掌门师兄 道德明白 这一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那去吧 是 掌门师兄 伺候书头 干什么 还不叫晓晓过来 是 师尊 传灵晓晓 好 说好了 道长 嗯 你的手艺真的不错啊 输出来的法技一次比一次好啊 如果道长没有其他的吩咐 那小小告退 慢着 我觉得奇怪 每个人都怕替我梳头 而你呢 却不怕 小小知道 道长你最珍惜自己的头发 其他人帮你梳头 少有不慎 就会被道长你痛打一顿 小小不希望其他人被打 所以 才会踢到长梳头 更何况 小小被你抓来这里 要打要杀 只是迟早的事 好 我除了欣赏你的手艺之外 我还喜欢你这种敢于直言的个性 不像其他人处处奉承我 排我马屁 一点意思都没有 如果道长喜欢的话 小小愿意一辈子帮你梳头 小小只希望道长能够放过世瑜他们 你不用说了 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 可是方世瑜 他毁了我的眉毛 我要不把他碎尸万段 难消我心头之恨 送他回房 好好看着他 是 老婆倒酒啊 老婆倒酒啊 小二再来一壶茶 过来 这应该是他做的嘛 看什么 倒酒啊 好 我吃饱了 上去歇会儿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喝杯茶 掌柜的 有客房吗 有 您要投诉还是吃饭呢 两样都有 先给我弄点小菜 给我们准备三间房 好嘞 客官 小二小二 来嘞 几位客官 这边请啊 几位客官 要什么 随便拿点韭菜 好嘞 小二 拿点韭菜来啊 今天的菜真好吃啊 干爹 我吃饱了 这样啊 那吃饱了就早点休息吧 别忘了咱俩是夫妻啊 走走走 来来来 请慢用 客官 您的酒 左一句老婆 右一句老婆 叫得倒挺痛快的 哎呀 我们不是说好了的 在别人面前呢 要扮成夫妻的嘛 那也不用这么过分啊 又要我给你斟酒 还要盛饭 还整天拉拉扯扯的 哎呦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你也看见啦 今天啊 来投赞的那几个人 行情非常可疑的 是啊 他们几个看起来真的不像是行商的 当然不像啦 如果是行商的 一定会风尘补补 风沙满面的嘛 你看看他们 没有一点眷容 还有啊 他们的包袱又长又重的 里面呢 一定放着兵器 以我行走江湖几十年的经验呢 这帮人 会有武功 而且还很高的 哎呦 可能啊 是武林那些人 你知道我们的行踪派他们来呢 像影子一样的跟着我们呢 前辈 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就是说 我们很危险 随时有事发生 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行啊 来 有贼啊 有贼啊 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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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贼啊 发生什么事了 有贼 客官 出什么事了 老板 你这儿有贼啊 不会吧 我这小店一向太平无事 而且离武林山又这么近 他不会有这么大胆子的 你看 有没有什么损失啊 是 是 那倒没有 这就好了 小二 叫人 拿家后到街上去给我找 快点啊 快点 多带点啊 是 去找去啊 各位客官啊 这既然没什么事了 大家休息吧啊 对不起 打搅了 回去再说 师伯 前辈 噓 不要这么大声 小心隔墙有耳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你们出去啊 有人来偷袭我们 你们没事吧 噓 没事 我还有一些根基 还有师姐在吗 我们两个合作啊 差点把这个人打伤了呀 他们明明有三个人 怎么不三个人一起动手呢 他们之所以不敢这么大胆动手啊 一定是有所顾忌 从刚才的情形来看哪 他们的目的啊 只要试探我 是来探探许实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行机败漏了 走嘞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现在只剩三长的功力 那 那可就真 现在这里这么危险 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行啊 你看看 这镇这么小 我们去哪儿 他们都会知道的 但如果我们一搬出去啊 就把我们的弱点 全都暴露出来了 那可就糟了 不错 既然来到这里 就等于来场龙滩虎穴 一切行径 根本就是意料之中的 所以没有必要走啊 再说 我们跟施玉和三大师兄 约好在这里会合 如果到时候他们来了 我们又走了的话 那他们不是更危险 对 对 这样吧 我们干脆就留下来 跟他们周旋到底 师姐 你认为怎么样 施玉市流我没意见 不过我警告你啊 别真把我当成是你老婆 忽来换去的就行了 永春 你也睡不着啊 你也是啊 西关 我真的很担心 我也是啊 现在我们身心险境 而苗前辈 和五妹师叔的功力又 总之任何事都要小心点 嗯 以防再被偷袭 想不到啊 是一只猫 我看我们是太紧张了 弄得卑躬蛇影的 吓死自己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不紧张呢 哎 今天的月亮真的好美啊 嗯 月亮这么美 我们又睡不着 来 干脆坐一下吧 嗯 小心 西关 要是我们以后 能常常一块儿看月亮 那该多好 嗯 可惜 此心只怕凶多吉少 你放心 如果有人要伤害你 有我在 就算我拼伤了性命 也会保护你的 我和西关 截然一生 了无牵挂 但是你呢 还有爹在杭州 等着你回去照顾头老人家 还有啊 你自己创的永春拳 要靠你自己发眼光大 那我呢 你就不管了 留下我一个人在世上 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啊 你真的以为 我要是没有你 不会过得开心吗 这一次 我也知道 祸福难料 除了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无事之外 现在只能 多一刻相处就多一刻相处了 永春 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 照顾你 保护你 小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看清楚了没有 爹 我还是看得不太清楚啊 教你这么长时间了 还笨得像猪一样 真是生个白痴也比你强啊 爹 我知道我是笨了一点 但是我真的很用心练功了 不知道要练多久才能像你刚才那么厉害 你呀 收拾东西去吧 老爹 请留步 老爹 在下虽然以经商为营生 但是云游四海也娇笑了一些朋友 学到一点强身健体的功夫 刚才见老爹出手 真是武学名家呀 令晚辈叹为官职 所以在下斗胆请老爹赐教 我爹刚刚令完过很累的 需要休息一下 休息 不用了 不过呢 你叫我比试就比试 那多别面子啊 传了出去 让我那些江湖朋友 还有你那些江湖朋友说 我以大欺小啊 在下对武学一向很感兴趣 老爹 就当是指点一下吧 我的武功 跟那些名门大派比起来 简直是不登大雅之堂 怎么敢说指点呢 老爹 你怎么老是一直缠着我呢 好了 好了 小官 你在我身上也学着点皮毛 你就陪他玩几招吧 你们慢慢玩啊 高兄 请指教 请 小兄弟 年纪轻轻 气度不凡 根基也不错 令高某大开眼界 将来有机会一定向小兄弟请教两招 我们才刚刚开始 小兄弟见笑了 我只是学了点皮毛 怎么能跟小兄弟比呢 我只是想要见识见识人家的功夫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请小兄弟咱们喝酒论武 告辞了 告辞 请 请 那个姓高的说要跟我讨教 他根本不知道自从我打通了身上的奇经百卖之后 武功更上一层楼了 现在我简直可以说是废话职业可以置人于死地 我一直不喜欢留一手的 可是那个姓高的他是个经商的吧 一家大小等着他了 这一个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那可就不好了 你们说是不是 拳掌可是无言的 就像人家擂台比武 打死了可是无怨的 谁叫他自己不知道有个死字 自己找你来打 你要是有个什么损伤 那也是自找的 春春哪 你也太粗鲁了 动不动又打又杀的 要真打死了人 告到官府 那咱们就麻烦了 你做事不分轻重 总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我儿子为什么会喜欢你 老太婆 交交未来的儿媳妇吧 别说未来的公公没交过你 货从口出 记住 不要成口舌之快到处惹是生非 知道了吧 知道了 真痛快 好痛 看看你啊 飞花职业 知人与死弟子功夫 把你自己伤成什么样了 好痛 好痛啊 小声一点 谁叫你 拼了老命 用头去顶 这 我是想 反正演戏剧演得比真一点嘛 昨天晚上我已经帮你批断了木桩了 让你装高手 谁叫你自己不自量力 非要自己去打他 哎呀 我是想 这反正要打嘛 就试试看自己恢复了几成功力而已啊 哼 万一失手了 就露出马脚了 到时候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属下确实听到 他还挺大声的说 自己已经打通全身经脉 功力更上一层楼 好 下去吧 是 难道那个死老东西的武功 真的恢复了 比以前更厉害了吗 没道理啊 被师兄还原童子宫打伤的人 不死也得残废 他怎么这么快就恢复了呢 不过啊 我刚才还真的看见他 在天井那儿练功 不管他的武功到底恢复没恢复 现在当务之急啊 宁幸其有甭幸其无 一卓走错满盘皆输 只要我的兵没到 咱们还是暂时不要动 你的兵马什么时候到 就这一两天 又让他多活了一两天 不过 万一方氏玉 和他们一会合 他们就如虎添翼 方氏玉一道 掌门师兄一定要插手 到时候 我就不能亲手 杀了洪西关了 洪西关这个小子 一天不杀命 我就难受一天 师父 行军遣将全赖兵法 没事跟我谈什么兵法 兵叔有云调虎离山 主个儿急破 永春 这么晚还不睡啊 昨天有人夜叹 我不太放心 多寻一下 比较安全 天快亮了 我看 应该不会有雪 原来是乌鸦 真让她吓着了 原来连乌鸦都知道 这里将会掀起一场 腥风邪雨 对 有人说 山雨欲来风满牢 也有人说 暴风雨的前夕 特别年轻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到了石雁镇 面对茫茫无知 急凶难料的未来 前面的路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再重新挑选了 要是再让你重新挑一次 你还是会挑选这条路吗 会 我会挑你 不管这条路 是崎岖或者平台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就足够了 对了 自从离开补亭之后 你大概都没有好好地 睡过一觉 天快亮了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 这里交给我 你的意思是 不让我跟你在一起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走 我送你回去 我是不是 你植物 哪儿 我担心的 他是你 他把钱给你 我把钱买上 那你给他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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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